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話說在昨天 何韻詩、黃耀明、黃中堯和陳淑莊 共同參與了一個網上的文藝研討會 在會上他們談及到 究竟港區國安法對於演藝界有什麼影響 黃耀明就倡議要設立一個黃色演藝圈 嘗試擺脫對中國的依賴 而且還說要立足香港邁向國際 在會上何韻詩首先說到 說港區國安法實施後 連他自己都會不自覺作出自我審查 他還發現自己開始故意遷就不觸及某些議題 但隨後他又會很生氣 他說 他說怎樣在港區國安法的氛圍下 尋找灰色地帶和運用僅餘的言論空間 是演藝界需要共同探索的話題 實情自我審查這件事 本例已經存在了 只不過在港區國安法壓警下 大家更加要打醒十二分精神 要謹言慎行 不要觸碰大陸的紅線 如果說到自我審查 那些主公大陸市場的演藝人 他們更加厲害 不僅要自我審查 而且還有國家廣電總局和國家電影局幫你審查 比如說大陸有很多題材都不准拍 那些牽涉到神怪 怪力亂神 鬼片那些已經不准拍 所以為何近這二十年這麼少的殭屍片 當然近來就有一套錢小豪 但那套在大陸也沒得上 純粹在香港來上 因為大陸根本上就禁止這一類議題 又例如說這個無間道 就算在大陸上映 結局也是改編了 就不像香港的版本那樣上 因為你把結局拍到這樣的時候 分分鐘大陸的觀眾又沒有這麼高深的層次 去想得明究竟你想表達什麼意思 就變成好像瘋了執法部隊那樣 以為有些人乾犯了罪行還可以逍遙法外 故此就要拍個大陸版的結局出來 實情創作自由的空間就是非常狹窄 好了 今天有一宗消息登了出來 就說大陸的廣電總局又有新指令 是發了給各大影視公司的 就叫做二十類的題材審查和規避 到底要審什麼呢 在無間道當中 劉德華所飾演的角色叫做劉健明 就是奸國 香港的結局是怎樣呢 就說劉健明最後不單只是逍遙法外 而且還可以繼續當差 還可以升官發財 但是看香港的結局 就要配合片尾所引用的佛經故事來配合的理解 就是說劉健明這個角色雖然是逍遙法外 而且是升官發財 但是他也走上了一個煉獄的過程 這個是有一個很深的寓意在這裏 但是大陸的版本是怎樣做呢 就說劉健明的角色最終被抓了 就變成了很挖累脫了 變成了那個文藝色彩都沒有那麼豐厚了 而且根本上是很直白的 說得 你拍電影出來也要有些寓意 你也要留下多少思考空間給觀眾去想 這樣就不行的 原來 比如說所謂的三幻題材 即是圓幻、奇幻和魔幻的劇集 審查就較嚴格 如果電影的話 就建議盡量歸類為科幻類 就以科學角度去展示 難怪你大陸永遠拍不到魔界和哈里波特 這些那麼精彩的 那麼經典的神怪的劇集 原來你什麼都說要科學角度 有幾科學呢 拿著掃把周圍飛的那些 所以就拍不到 阿凡達那些就夠魔幻 藍色一隻公仔走來走去 所以你就拍不到 這些是科學角度 根本上就是局限了創作自由 還有什麼不能拍呢 妖魔鬼怪題材 這個一樓都是不能拍的 他就說不得宣揚靈魂附體 轉世輪迴 毛術作法等 封建迷信思想 實情香港很多賣座的電影 就是妖魔鬼怪題材 林正英那些殭屍先生系列 又或者羅蘭姐那些陰陽路系列 甚至乎當年王百明 剛剛開新藝城的時候 就拍了一套叫陰陽錯 不是陰陽路 主題曲是幻影那一套 曹皮倫 當年就在電影當中 裝藝術軍換衣服那套陰陽錯 就是靈魂附體 就是講陰陽之間的戀愛故事 賺人熱淚 那你不能拍的 因為這是妖魔鬼怪題材 那不要說電影 就算是電視劇集也不能拍 寮齋那些也不能拍 全部都是妖魔鬼怪 神怪的 就算當年很經典那套叫什麼 天師執偉都不能拍 苗橋偉三哥做男主角 翁美玲做女主角 這些全部不能拍的 那你有什麼好看 是不是全部播樣版電影就算了 是不是播回白毛女 那些電影就算了 九十幾樣東西不能拍 根本上就限制所有的創作自由 那還有什麼不能拍呢 牽涉到民族和宗教問題 又有審查 這件事是很窄洗的 因為以前的創作空間相對自由 故此就不會顧忌這些民族的東西 尤其是寫武俠小說的時候 黃瞻寫的那首歌也有叫做 世章滿奴滅 那現在就不能播出了 什麼叫滿奴 你起不時造成了所謂的民族問題 故此現在就不能夠做這些事情了 比如說岳飛到底還是否這個民族英雄呢 他抗金而已 金就是什麼 金就是滿人來的 其實都是滿人的祖先 又比如說袁崇煥這樣 他抗這個後金就是滿人 到底他還是否民族英雄呢 因為當時你官方宣傳 就說這個中華民族是由56個民族來構成的 故此你袁崇煥對於抗後金 或者抗這個滿人入侵 只不過是民族的內部矛盾來的 這個時候又不怕得了 否則就會引起看滿之間的矛盾 會不會這樣呢 故此你這麼多這些審查的情況下 還有什麼創作空間呢 又比如說穿越題材又要審查 他說穿越就要合理地科學解釋 那實情電影最好玩的是什麼 就是將現實當中沒有可能發生的事情 將現實當中幻想出來的事情 就化在電影發生出來 比如說叮噹那些卡通片 他一個隨意門一打開 就說可以去到別的了 那怎樣科學解釋呢 科學也解釋不了 因為這個本身就是不科學的 這個就是電影橋段 你說要科學解釋 就是叮噹也不行了 那穿越的人物又說要有正能量 不影響歷史格局的改變 要對穿越之後的時代有正面作用 那就是尋秦記、九五至尊 那些就是江華和張可兒柏那些 那也未必可以 又說要有正能量 你怎樣表達到有沒有正能量 分分鐘又說你牽涉到什麼封建、迷信、諸如此類的事情 那所以 唉 那麼多事情就不如不要拍 對不對 那麼麻煩 例如拍民國劇 就不能夠美化民國 北洋政府或者是軍閥 拍青春題材就要規避早戀 什麼是規避早戀 林早戀是不是那村長 不是 就是說規避過早的戀愛 這些根本上就是倒退開倒車 喂 中學生應否談戀愛 這樣也要辯論一頓 什麼是早戀呢 早到什麼時候呢 比如說那時候 林先生和陳百強 唱那套再見Puppet Love 這樣就不行了 什麼是Puppet Love 就是早戀 多早還是早呢 中學生是早啊 大學生是早啊 還是什麼時候是早呢 唉 真是 你寫清楚吧 不如你沒有的 他只寫著筆 要規避早戀 而愛情劇又怎樣呢 就不能夠甜蜜過頭 要勇於表現矛盾衝突 喂 即是怎樣 即是怎樣不可以甜蜜過頭 即是不可以打Keyron 還是怎樣呢 我真是很難去理解 即是寫得又空泛 怎樣勇於表現矛盾衝突 即是這樣拍法 不如不要拍好過啦 所以 即是跟著那些我都不說了 實情這些這樣的 即是規避或者審查 就只是令到那個創作者 根本上就是寸步難行的 當然 如果你要在大陸 找這一口飯吃的時候 那你就要看熟了這個 二十類的題材審查和規避 那如果這樣都拍得出一部好的電影出來 就真的要復到你五體頭地 最後你只可以拍那些建黨大業 建國大業 那些拍來 都不需要你去做 任何一個人都懂得做的 根本上就是等同於現代的樣板戲 那好了 講回他們的研討會 黃宗堯就講到 賺錢要付出的代價就是聽話 那看你在哪裡賺 如果你要賺人民幣 那當然就是要聽話 而且是要符合規範 而且不能夠 諸多事實 諸多聲氣 這樣 好了 那黃耀明就講到什麼呢 他就倡議要設立一個叫做 黃色演藝圈 他說 以便壯大演藝界自身的力量 發展圈內的經濟 避免創作的題材受到中國因素的影響 而且到其時演藝人也不怕被中國封殺 他就說 我們是否需要想想這個動力呢 是否我們太過懶惰 經常想著北上發展 而忘記了世界上還有40至50億人口的市場呢 為什麼我們不去想想呢 他就說 在80至90年代的時候 香港的演藝界 是獲得歐洲和歐美市場欣賞的 如今面對著大陸的打壓 他就認為應該要爭取國際市場的肯定 並且就以KPOP為例 由於KPOP決定了不依賴大陸的市場 最終能夠在世界市場佔一席位 其實黃耀明自己也解答了這個問題根源 就是始於人的惰性 因為既然有大陸這條北水 這麼大條水喉吹著你的時候 大家當然是要賺快錢賺容易的錢 即是所謂easy money 一定是前赴後繼回大陸拍戲 哪怕他有很多題材限制審查 就盡量去規避 盡量去迎合他 因為那些人民幣是好賺 你說要自己去打出市場出來 第一你付出的東西就很多 分分鐘就是四倍功半 甚至乎你付出一百倍功勞 得回來的成果是不成比例的 問題就是 這些東西一將功成萬骨夫 好嗎不好聽 入得演藝界都是為了賺快錢的 你叫他有這麼多文化使命 創作使命 他真是採你也傻 如果他回大陸拍一齣劇集 每一集是講七位數字酬勞 他怎麼會採你這些黃色演藝圈 但是當然 如果這個黃色演藝圈真的可以建立得成 前途一定是無可限量的 只不過 那個難度 亦都是非常之艱鉅 甚至乎比K-pop更加艱鉅 因為監視不單止 要憑著你的創作自由 諸如此類 分分鐘還會 在萌芽狀態的時候 又會遭到打壓 故此 這個念頭是好的 但是最終會不會成事呢 當然 作為香港人也會樂觀其成 好了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